不是,你说打通防卫战第三层就送的是一个A级角色,普攻吃满三个豆子后可以兵附魔,并且刀刀过万,第三段还有无敌针,你不说它是苍角,我还以为是爱莲呢,而且苍角的强化特殊剂是有多叛机制的,我们这里直接贯穿了整个怪的身体,造成了多段伤害,并且每次的兵属性伤害,都可以积累兵属性异常值,让我们快速的打出异常伤害。 大招的倍率更是逆舔,这是爱莲满击大招的倍率,而这个是苍角的,居然比爱莲的倍率要高,况且满命爱莲可比满命苍角难获取多了,这么强的角色为什么不是S,那肯定是因为有缺点了,那就是苍角太难启动了。 在日常材料本不给能量的情况下,等苍角兵附魔启动后,可能爱莲都已经打完了,所以苍角很需要狼叔,快速让敌人进入失衡,然后苍角打连斜叠被动进入兵附魔状态。 就像隔壁的相班组合一样,基本处于不可割舍的局面,但是在事于防卫战中开局是会给我们能量的,所以在防卫战中对狼叔的需求会有所降低,不过有了狼叔还是更舒服一点。 还有一点就是虽然仓角技能倍率不低,但是由于技能模组的原因,导致我们秒伤并不会过高,还是要弱于同系S级的,这两个缺点让他维持在了A级,不过这样的仓角也是开服不错的主C了,如果你还在考虑二队养什么,快看看仓库里面有没有4命以上的仓角吧。